武神主宰 第五千六百零四章 也是你的人 作者 暗魔师 不可能 阎魔大帝怎么可能会死 他不是坐镇丰都城吗 那里不是有奈何桥 有望川河吗 他怎会死 此时十殿阎帝心中的金木 前所未有 远古时代 他和阎魔大帝 孟婆三人连妹闯荡明界 彼此之间的关系 轻如兄弟 可现在 阎魔死了 死在了五月明帝的麾下手中 十殿阎帝豁然抬头 看向五月明帝的背影 瞳孔中流露出金木和冰冷的眼神 如果阎魔真的死在了五月明帝麾下之人的手中 那么我离开森罗炎狱 极有可能是这五月明帝安排的 这么说来 永结涅海和这黄泉山的消息 这五月明帝早有预料 此刻十殿阎帝浑身震震发寒 瞬间如坠冰窖一般 这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全都被五月明帝牵着走 被他完全掌控在了手中 失去了十殿阎帝的攻击 黄泉山受到的攻击 立刻削弱了很多 原本崩溃的大阵 也迅速稳定了下来 五月明帝脸色一沉 当即转头对着十殿阎帝 皱眉呵斥道 十殿阎帝 这黄泉山眼看就要被攻破了 你为何突然停手了 只是他一转头 就看到了十殿阎帝 金木冰冷的目光 心中顿时一惊 怎么回事 你这家伙 好还意思问我 为何停手 十殿阎帝怒吓一声 在五月明帝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猛然催动十明王殿 便是对着他狠狠砸落下来 哄 恐怖的名气如同汪洋 一瞬间笼罩住五月明帝 十殿 你这是做什么 五月明帝咆哮一声 他神色惊怒 不敢大意 双手急忙何时 下一刻 一道道恐怖的山岳气息 从他身体中猛地席卷而出 重重巍峨山岳 如同太古凶兽 从古老明界虚空中崩腾而出 对着头顶的十明王殿 轰然一撞 轰隆 今天的轰鸣声响彻 十明王殿剧烈阵战 无数鸣气粉碎 隆隆轰鸣声中 漆黑的十明王殿 被瞬间震得倒飞出去 五月明帝也是在这一击下 身形暴退 只觉得双手发麻 体内气血涌动 惊怒看着十电炎帝 你疯了吗 五月明帝怒骂开口 这十电炎帝发什么神经 而这里的一幕 也瞬间惊呆了在场的其他所有人 这 什么情况 怎么打着打着 五月明帝和十电炎帝自己干起来了 五月明帝 疯了的家伙是你吧 本作怎么也想不到 你竟然敢和深渊一族合作 暗中陷害我明界大帝 你好大的胆子 十电炎帝浑身杀气腾腾 一道道恐怖的明气在他周身萦绕 宛若化作了汪洋一般 五月明帝和深渊合作 而十电炎帝的话 让在场其他大帝和强者们都心中一惊 引来阵阵骚动 深渊乃是宇宙海的公敌 虽然明界和宇宙海之间曾发生过战争 但那也只是内部矛盾而已 可深渊一族乃是意图覆灭整个宇宙海的势力 和深渊合作 那就是和整个明界所有强者为敌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谁和深渊合作 谁就是整个明界的公敌 对面 五月明帝瞳孔骤然一缩 然后怒喝道 十电你在乱说什么 谁和深渊一组合作 十电炎帝在开口的一瞬间 就已死死盯着五月明帝 此刻看到五月明帝瞳孔中 那一丝掠过的惊慌和愤怒 那反常的表情让十电炎帝心中猛的一凸 果然如此 十电炎帝心中怒火燃烧 其实在得到孟婆消息的时候 她心中还抱有一丝希望 希望孟婆的讯息只是一个误会 可现在看到五月明帝眼神中的惊慌之后 她瞬间惊醒过来 孟婆说的消息怕是真的 否则五月明帝绝不会露出这等神情来 五月明帝 想不到你竟然是这样的鬼 十电炎帝神情惊怒 心神颤抖 如果你真与深渊有合作 那先前永结涅海 不对 你是故意引我出森罗岩狱 前往永结涅海的 这么多来 永结涅海发生的事情 也是你故意让我看到的 十电炎帝继续惊恐道 这么说来 那幽冥大帝的事也是假的 不 幽冥大帝气息是我亲自感受到 不可能有假 如此说来 幽冥大帝也和你合作了 那么这黄泉山 想到这里 十电炎帝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惊恐 猛地看向炎破大帝 难道这炎破也是你的人 他这话一落 其他人还没什么反应 一直悬浮大阵中 死死抵挡攻击的炎破大帝 脸色却猛地变了 只见他瞳孔中露出一丝惊恐之色来 急忙看向了五月明帝 只是在做出这个举动后 炎破似乎反映到了不对劲 急忙又收回目光 脸上的神情也是猛地收敛 然而这些神色 却是被十电炎帝完全收到了炎帝 果然 十电炎帝神色惊怒 想不到这炎破也是五月明帝的人 回想自己的先前的所作所为 十电炎帝心头发寒 自己竟是一直被牵着鼻子走 自己之前还得意在五月明帝的道场 留下了暗手监视 说不定连被自己收服那人的举动 也都一切在五月明帝的掌控中 想到这里 十电炎帝再也没有任何犹豫 轰的一声 他身上猛地燃烧起了一股恐怖的明气 整个人迅速催动十明王殿 一瞬间暴退出上百万里距离 如果炎破大帝和五月明帝 真的勾结在了一起 那么这黄泉山 极有可能是一个阴谋 一个针对自己的阴谋 走 心念涌动 十电炎帝整个人瞬间化作一道流光 转头就朝远处天际暴掠而去 再也不管这黄泉山了 看到十电炎帝就这么走了 五月明帝神色一变 他心中吃惊 急忙到 十电 你在胡说什么 你快停下 有话好说 你我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怎么莫名其妙 自己就暴露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他对十电炎帝的了解 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十电炎帝是绝对不会做出先前的反应的 想到这里 五月明帝再也按捺不住 他悄然看了眼身后的炎破大地 再也顾不得其他 急忙朝着十电炎帝离去的所在 疯狂追了上去 不行 他一定要弄清楚 究竟是什么原因 轰 轰 两道流光迅速离开黄泉山 消失在天际不见 黄泉山中所有鬼秀之前都快绝望了 此刻全都发猛 远处那些大地 也是一个个目瞪口袋 气势汹汹的沙来 急匆匆的又离开 他们一个个一头雾水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走 去看看 当即 那些大地气息纷纷离开 追向十电炎帝和五月明帝 顷刻间消失的一干二净 黄泉山中 诸多鬼秀见状 忍不住巨石松了一口气 此时 黄泉山鬼秀中 一名身上散发巅峰准地气息的强者 瞬间冲天起 来到炎破身前 疑惑道 炎破大人 那十电炎帝 先前为何说你是五月明帝的人 炎破目光阴沉道 这我怎么知道 或许 是这十电炎帝 想要故意离间我的 好找机会 攻入我黄泉山 众人脸上都是 带着将信将疑 难道你们不信本爹 炎破脸色难看 怒声道 你们用脚去想 都知道 本帝不可能会是那五月明帝的人 当年传闻 亦附意外陨落宇宙海 说不定其背后就是五月明帝和十电炎帝搞的鬼 本帝又怎会被他们收买 我炎破会是那等无情无义之人 众鬼修急忙道 自然不会 这时 又有一名鬼修道 炎破大帝 先前那五月明帝和十电炎帝说 幽明大帝大人还活着 你说 大人真的还活着吗 此言一出 其他鬼修剧是神色激动起来 炎破冷哼一声道 哼 你们想什么呢 当年义父陨落 那是几乎确定的是 若他还活着 这么多年过去 为何没回黄泉山 不过 倒也不能完全如此武定 毕竟 只要义父有一丝活着的可能 我等都要将他迎接回来 说到这 炎破身上瞬间奋出一道模糊的虚影 一瞬间离开了黄泉山大阵 不少鬼修脸色微变 炎破大帝你这是 这一道虚影 显然是炎破的 一道投影分身 炎破解释道 事官义父 哪怕只有一丝可能都不能放过 本地先奋出一道投影 去打探一下虚实 主委赶紧疗伤 休养生息 才是正理 是 一群鬼修 当即纷纷回去疗伤起来 炎破大的看着远处虚空 脸色阴沉 身形一晃 也骤然消失不见 回到了黄泉山内部 此时 距离此地百万里外的一处隐秘虚空 一道漆黑的身影 骤然出现在了这里 鬼鬼祟祟 正是炎破大的先前释放出的投影分身 只见他小心来到 这片隐秘虚空的深处 在那隐秘虚空尽头 一个巍峨的身影 助力在这里 不知等在这里多久了 大人 见到这道身影 炎破大地 急忙躬身行礼 你来的时候 没被人盯上吗 这身影转过来 露出了一张冰冷无比的脸 正是五月明定 没有 炎破大地急忙到 本章完 炎破大地 太辍了 烂火